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他们训练的成果吗? 第48分钟 比格利亚重路长船转移到右侧 苏索停球回座 因球插上的卡拉布里亚飞雪人角得手 从上赛季开始 右路的配合就很好了 大卫卡拉布里亚 凯西 苏索 苏索的传球证明了他们两个的默契 与拉布里亚一战当中 卡拉布里亚是出球最多的球员之一 这说明队友都信任他 米兰打造的战术是从后场出球 后卫们会得到更多出球的机会 大卫是一名有天赋 有技术的球员 因此他会经常要球 当然这种打法也蕴含着风险 这个赛季对卡拉布里亚有何期待 我希望这个赛季他能成为主角 他要跟球队一同成长 我觉得米兰有很大进步空间 卡拉布里亚也是这样 他还不满22岁 他的未来非常广阔 赛后 卡拉布里亚的言论说明他更成熟了 我一直在说 卡拉布里亚很有特点 他有非常好的性格 赛后在他跟我通话的20分钟里 他甚至没有骑自己的进球 他只是表达了对输球的遗憾 这说明他把球队看得比个人更重 这也是他继续成长的动力